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根TV 昨天我们的频道就出了一条片 就是说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在立法会被人问到诈骗电话的问题 黄司长自己也是亲身分享了收到诈骗电话的经历 他有一段说话是令我很在意的 他就说个人资料漏洞很多 如网上购物、旅行、入住酒店和健康码等资料到处都是 但难以追查源头 只好自己小心注意 网上购物、旅行、入住酒店等我明白 有时无论是电讯商或网站等安全保护做得不够 但为什么健康码的资料到处都是呢? 健康码的资料应该是你政府那边的 为什么我在政府的资料会到处都是呢? 上年有一个新闻 黄司说澳门的健康码租欧美地区不断攻击 网络攻击到三百多万次 是否因为这些攻击令到我们健康码内的资料洩漏了呢? 你说上网买东西、订机票、订房、住酒店提供资料 这些行为里面洩漏了自己的个人资料 也就是自己选择去做这件事 自作业不可活与人无由 顶多怪电讯供应商或网站的保护做得不够好 但健康码是政府迫我们去掃的 上年无论去到哪里 我连搭巴士都要去掃健康码 然后有期日日又要上载自己的约备记录给政府 除非我自己到处被人看 或者我电话被人吃了 如果不是资料正常来说 应该只有你政府有的 那为什么会外泄出去呢? 究竟是电讯供应商的问题 还是你们政府的问题呢? 最神奇的是没有人问你不说的 究竟是政府那里出现问题 还是哪里出现问题? 你就这样说完 这些健康码就戒到是 就完了 是不是不用负责任 没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负责任呢? 他这样说我很害怕的 因为在健康码里面的资讯 是非常详细的 有了身份证号码和地址 为什么你可以轻描淡写去说这件事呢? 你们逼我做数码暴龙 搞到我的资料外泄了 不要说没有人出来负责任 直接连说都没说过 没有交代过这件事 甚至连说声不好意思都没有 我现在真的对自己的个人资料安全很害怕 健康码的资料都可以外泄到 那会不会其实 那些诈骗电话可以拿到这么详细的资料 就是因为你们政府在这些安全上有漏洞呢? 我很希望政府对健康码资料通街 都是这件事可以出来交代一下究竟是怎样的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了 你们如何看健康码 全街都是这件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